多倫多市府提醒市民 更日有編徒假冒市府發出虛假的手機短訊 惡稱接收者欠下違例泊車或超速罰款 要求點入短訊內的網頁連結 市府強調這些信息都是詐騙信息 市府不會發出短訊 追討任何違例泊車款項 因此市民如果接收到這些信息 簽密點入連結 更加不要提供任何個人資料 去年4月時 市府發出類似虛假短訊的警告